刚才的这首诗歌呀,我们朗读完了之后,您有没有从诗歌当中发现一些美妙的景色呢? 其实呀,在学习这首诗歌之前,我们首先要先看一看,它的题目怎么这么长呀? 是吗,孩子们?我们一起去分析分析呀,它说,早春,城,水,布,张,十,八,元,外,早春,什么时间? 嗯,早春天,春,初春的时候,是不是,你看春又分,初春,盛春和,晚春,初春的时候,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咱们现在的时候,好了,说了,城,水,布,这个城就是功功尽尽的地上,城是什么意思呀,做做动作,地上,功尽的地给您,对不对,水,布,张,十,八,元,外,地给谁呀? 嗯,地给谁呀?地人的名字怎么这么长呀?对吗,孩子们?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啊,这个水,布,张,十,八,元,外,其实指的是一个人的人名和官名。 在这里呢,这个人呢,叫,什么?张十八。张十八,你觉不觉得挺,哎,怎么挺,挺别扭的呀,是不是,哪有人叫张十八呀? 其实这个人呢,他的原名呢,其实这个人呢,他的原名呢,叫做张吉。 是因为他在家当中啊,排行十八,那有的孩子说,老师啊,他怎么那么多兄弟姐妹呀? 在古代的时候呢,不是说,呃,所有的,这个,比如说都是父亲生的,嗯,没有这样的要求,是在家族当中,比如说还有他叔叔和他叔叔的孩子,啊,和他这个阿姨的孩子,他们这整个一个家族的孩子当中,他排第十八。 所以张吉,那么别人又称他为张十八,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呀,我们知道了,这个张十八,他当时已经当上了大官了,他当这个大官呀,就叫做水部园外郎。 所以呢,这个韩玉,他这首诗名就说了,早春成水部张十八园外,对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作者韩玉呀,他特别,当时呀,特别能够享受生活,当时呀,他就约他的好朋友,这个张吉,他们两个出去春游,咱们也出去春游过,对不对? 嗯,可是那张吉,由于他当官太忙了,张吉总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就把这个韩玉呢,给推辞掉了。 韩玉呀,当时就想,好,你呀,再不和我一起走,早春就过了,我要写一首,写一首诗来给你,让你看一看春天有多美,你要不跟我一起去春游,你得多后悔。 那我们来看看,在韩玉的眼中,春天究竟有多美,好吗? 嗯,他首先说了,天接小雨,润如风。 天接小雨,润如风。 咱们来想一想,孩子们,天接小雨,天接指的是当时的那个金城,金城的小雨呀,特别的湿润,对不对?湿润的润,如就是像的意思,就像什么一样? 苏让咱们想到什么了? 有的朋友说,嗯,酥饼,那你,你来想一想这个雨,它可不可能像酥饼一样湿润呀? 不可能。 酥饼是特别是酥脆的,对不对? 在这里这个酥可不是酥饼,而是酥油。 这个酥油啊,就相当于咱们所吃过的那个奶油一样。 奶油咱们都有,都有感觉,奶油,你摸上去也好,含在嘴里也好, 它都是丝丝滑滑的,特别润,是不是? 嗯,那在这里含郁他说了,什么就像奶油一样啊? 小雨,天接小雨,它润的就像奶油一样,对不对? 你会发现在夏天的时候,夏的那个漂泊大雨特别大,可是春天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 那接着呢,他又说了,春天的雨美,别的地方美不美啊? 也美,我们来看。 草色遥看,尽去无。 草色,还有什么地方呀,孩子们? 嗯,草地。 小草,对不对? 你会发现咱们现在出门,你可能看,还看不见那种一大片碧绿碧绿的草地吧,是不是看不见呀? 是。 有的孩子说,哎呦,老师,地上还全都是滴血呢。 你会发现,有一些温暖的地区呢? 有一些这个特别勇敢的小草,他们首先就把自己的小脑袋探出来了。 他们好像在向整个的世界召唤,就叫叫他们的其他的小草兄弟们赶快起床了,是不是? 那在这里,这样的一些小草啊,咱们摇看,摇远的,远远的能看见前面好像一片嫩绿,可是你走近了却发现? 没有了。 没有了,为什么呀? 远远的看因为它们多呀,虽然细,虽然小,但是都凑在一起,远远的看我能看见一片嫩绿,可是走近一看呢? 嗯,就特别稀疏。 嗯,走近一看特别稀疏了,感觉好像看不见了,是不是? 这些小草就像会捉迷藏一样,这就是咱们早春时候的调皮的小草了。 孩子们,你们认真观察过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二句,好吗? 来,草色,摇看,兴趣,无。 我们上一节课在如是镜子店当中也学习到了初春时候的小草是什么样子的,盛春的时候小草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以后到了算机写作文的时候,可要把这些认真观察的细节,还有诗歌当中出现的内容都提现在作文里呢,对吧? 我们再来看接着,作者说了,你呀,真是傻,你都不知道,最是一年春好处。 早春的时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了,咱们以前学习过一年之计在于春,那现在你还可以自己去总结吗? 一春之计在于早,对不对? 早春的时候最美了,是别人无法简简单单就观察到的,你必须要懂得生活细心细心观察,才能够享受到早春的美。 那后来啊,韩语他又说了, 绝圣烟柳满黄都,这个黄都指的是什么呀,孩子们? 嗯,指的是什么呀? 天气。 啊,指的就是那个京城,是不是啊,黄都嘛,京城,绝圣,绝对要胜过晚春的时候啊,那些啊,这个充满着烟柳的京城的景色呀,还要照晚春的时候美多了,还不赶快过来和我一起去春雨,体会早春的美景吗? 你说说,韩语都在诗歌当中真的写了,那个张十八元位,他会不会赶快去啊? 会。 肯定会赶快去,庞博老师都等不及了,对不对,孩子们? 嗯,那么咱们现在把一些关键词盖上,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早春的美吧。 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元位,一,二。 早春,城水部,十八元位。 哎,城水部什么十八? 张十八元位。 行了,别忘了,重新来啊,早春,一,二。 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元位。 唐,韩语。 咚咚嘴巴,孩子们,来。 天街小雨,愿如苏。 草色遥看,遥远,遥远的看啊。 草色遥看,进去无。 醉色遥远,春好处,绝盛烟流,满黄都。 这一首诗词,它的题目有一点长,稍微有一点难多。 老师给大家加把劲儿,咱们一起去在课上背过,好不好? 来,再来一遍啊。 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慢一点,慢一点啊。 来,早春,一,二。 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元位。 唐,韩语。 天街小雨,顺如苏。 草色遥看,兴趣无。 醉世一年,春好处。 绝盛烟流,满黄都。 好了,我们再来试一试。 现在能记得前两个租吗? 可以吗? 什么呀? 天街。 特别棒,天街一,从头题目啊。 早春,一,二。 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元外,唐,韩语。 天街小雨,润如苏。 草色遥看,兴趣无。 岁世一年,春好处。 学圣烟流,满黄都。 好了,孩子们。 那咱们现在自己试着背锅,好吗? 来。 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元外,唐,韩语。 嗯啊。 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元外,唐,韩语。 天街小雨,润如苏。 草色遥看,兴趣无。 醉色遥年,春好处,节圣烟柳,满黄都。 好了,天哪,天的孩子们背过了吗? 如果不是特别熟的话,咱们可以暂停视频,自己摇头晃脑的咱们来背一背。 这些呀,都是咱们必备古诗词当中的经典佳作呢。 那除此之外呀,咱们还有许多和春雨有关的诗句,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学习到的绝句。 它呢,不仅仅和春雨有关,还和春风有关呢。 那上一节课我们也谈到了春天的风,就是那种,哎呦,特别温柔,像母亲的手一样抚摸着我们,对不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绝句,可不是我们之前学习的智南,可不是我们之前学习的都府的绝句了,而是智南和尚。 一个和尚,一个僧人写的绝句,那这首诗当中究竟又描绘了怎样的故事呢?